火影之中真实瀑布 能够反映出一个忍者的黑暗面 但是对一个角色无效 当初凯黄也照了真实瀑布 不过并没有出现他的黑暗面 出现了却是突然冲出来的干尸鬼叫 事实上这也从侧面证实了 凯黄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负面情绪的 或许麦特凯小的时候 也有过消极的负面情绪 就是自己没有忍术和换术方面的天赋 就算每日超出常人的训练 这也只能在体处上略强一点 虽然体质增强了很多 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 也没有什么飞快的突破性发展 被其他同学所看不起 但是在父亲麦特戴为了保护自己 一亿人之力对战人高欺人中 开启八门盾甲之术死门之后 看着八门盾甲之术如此大的威力 以及父亲坚定的信念 那时候麦特凯就早已经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在父亲麦特戴死之前 小时候的麦特凯 还对着卡卡西吐槽过自己父亲 他感到他自己的父亲很丢人 卡卡西却说 麦特戴是他最近配的忍者之一 麦特凯对父亲的看逐渐改变 不再去注意周围人的眼光